各位小朋友 大家有没有试过急大便的时候 急急一下 之后又不急 之后又急回 又不急 又急回 又不急 循环不息 但是相反 急小便又不会这样 今天就等医生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叫做 事得循环 其实我们急大便的时候 本身为何和小便很不同呢? 就是大便是在肛门附近的感觉 我们源于直腸里面有大便 之后大便已经伸展到肛门边的时候 我们肛门边的三个育腱 本身有一些感官细胞在里面 就知道我们 装门了 要去便便了 我们人类发展在社会里面 我们有文化 我们不会急 马上要去 我们要有 收缩肛门的肛肉机 刚才被肛肉机固定了 也间接固定了肛肉机 其实我们会不自主地收缩盘底机 就被我们收缩后 压回头 移上肠的上面 到最后一段的8寸至1尺之间的大便 我们已经没有了急的感觉 只是忍着一时之急 上面也会继续有大便伸出来的 那段大便只会越继越多 当你的意识没有在那里固定的时候 放松了盆底肌 又放松了肛门肌肉压 慢慢慢慢的那段大便又会回到那个位置 那便又急了 那便又忍过了 如此类推动 反反复复地发生的时候 结果最后就是 大腸会吸水的 吸水的大便越来越干 越来越压 越来越大 结果最后终于都有去到一个不能忍受的状态 你最后都要排它出来 其实乡村的人很多时候很放松 他们每吃一餐 其实当食物由胃里排了落十以上 我们所谓落格的情况之下 其实会引发一个大腸的收缩 但是我们城市人就没有了 换来就是通常我们自己能够一日去一次 好像觉得很正常 但这个我会看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只要这个其实已经开始对身体 都承受一个一定受影响的负担 我们的肠状 过分的膨胀 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一样 胎脏的时候 它很难收缩 收缩来减低的话 其实粗了大便 其实更难排出来 更加去不了 就更加有机会让大便再积下来 结果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终于都要排 但是排的时候 原来会有什么事呢 就是你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排 可能很长的时间 还有你光盆到它的肌要放得很松 就会引发光盆它的肌是没有那么敏感 脱了太久才可以倒出来 也都引致周围的血管弹作得太厉害 引发脂肪冲血 脂肪下垂 直肠垂脱 这些全部问题 都是因为本身便被引发出来的事 可以的话 可以的情况 应该就不要再去忍耐了 这件事 其他事可以忍 这件事真的不可以忍 谢谢 aksi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